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燕灵刀,风吹驼骨,山河洞,电闪惊奇,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油肿,血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带道,归来日是镇与将军,解战袍 昨天在书馆啊,就应该您了,这口子拉大了,怎么说呢? 昨天我说呀,要给您讲一个大清朝打胜仗的故事 可是我琢磨了一下啊,在这乾隆二十年阿摩萨纳叛乱的前后,哪有什么正经的胜仗啊 德雷呢,既然这口子都拉了,甭管大小啊,还真得给您讲一个打胜仗的故事 说是这大清朝打了胜仗啊,不如说是一个人打了胜仗 不过呀,它不是乾隆二十年的事,咱们得啊往后推两年 那今儿咱们要说的打胜仗的这元将军是谁呢? 这就是乾隆年第一狠人,我觉得啊,也应该算得上啊,是大清朝的第一狠人 谁呀?多拉尔海兰茶 打咱们这书馆啊,讲到乾隆年那天开始 就有好朋友在留言区给我留言 说讲经这海兰茶呗,讲经赵慧呗 咱们这人物得一个一个的出来,一个一个的表 您看今儿咱们不就讲海兰茶了吗? 虽然它露面的呀,那比较早 那么说这海兰茶是乾隆朝第一狠人,它怎么个狠法呢? 这乾隆皇帝的一句话呀,就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 这乾隆皇帝说呀,这海兰茶公使,贯虎帮之列,成我五欲十全 他说这个海兰茶的这个公马骑射呀,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 真功我这一辈子若是没有这海兰茶,这十全武功啊,都达不到 这书中代言这海兰茶,无论是刀锚剑法,公马骑射是样样齐全 最好的啊,那就得说是射箭 那么说这海兰茶的这个剑法,它有多高明呢? 平定了台湾李爽文的叛乱之后啊,这乾隆皇帝为了表彰海兰茶 就给他呀,提了一段词,这词里一句是这么写的 欲治活口,射令勿死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这人射箭准的 你到了战场上一剑把人射死,不是一件难事 往这个要害上苗呗,可是这海兰茶可不见 到了战场上啊,你说要对方活着还是死了啊 你先说,哎,你要说要活口,回来咱们还要审讯出口供 他这啪达一剑射出去,砰 虽然这一剑呢,让敌将失去了战斗能力 但是啊,他活着不死,也就是说呀,没中死门要害 这海兰茶的射意啊,已经到了化境了 咱们广在这说虚的不灵 得拿出两个小故事来啊,正经八百的聊聊这位海兰茶 那么说,这位大英雄海兰茶他是哪人呢? 哥现在话说呀,他是呼伦贝尔人 这呼伦贝尔大草原他在哪啊? 哎,在东北 说起这话来,他有个笑话 哎,有一次咱们在书馆里说呀 说这个满族文化呀,他起源于东北 在他们的文化里是既有游牧也有渔猎 哎,有朋友就在留言区里给我留言呢,还挺俏皮 他说呀,真是可笑死人了 这东北还有草原,这满族怎么还游牧了 哎,您瞧啊,这事就是这么不讲理 您敢取笑我呀,他我可不敢取笑您 但是呢,在这儿啊,我得给您普及一下这中国地理 您瞧了吗,这整个呼伦贝尔市啊,他所辖地区就在这个中国的东北部 不但呢,在这个雄鸡的脑袋上 并且呀,还在这个脑袋的棺子上 得了,咱们继续说海兰茶,咱不聊他了 您看这海兰茶生活在东北呀 他可不是满族 哎,他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啊 他可也不是蒙古族,也不是汉族 这海兰茶呀,索伦人 哎,哥现在话说正经八百的厄温客 这厄温客人是什么人呢 厄温客呀,意思是说呀 住在大山林中的人 那这索伦是什么意思 这索伦啊,是居住在上游的人的意思 那这么一说呀 您肯定就以为了这海兰茶一定是个武叔世家子弟 哎,是世代从容啊 其实不是 这海兰茶的爹呀,就是一个索伦小兵 您不能否认呢 那某些人对某些事,他就是天赋异禀 海兰茶就是这样 不用打通任督二脉 吃什么仙丹灵药 哎,天生的履历就强 您想这射箭射的准 他臂力必须要强啊 那硬弓得拉得开呀 说这海兰茶的战场上一箭就能把人射死 这箭囊里只有三只箭 哎,遇到两只老虎 一下子把这两只老虎都钉死了之后啊 箭囊里还有一只箭,也就是说了 这海兰茶所使的硬弓啊 搁现在话说,那绝对一百二十磅以外 搁别人呢,还别说射了,拉都拉不开 那为什么说这海兰茶这能耐本事,它是天生的呢 因为他打小啊,没时间练武 搁据东北话说呀,他们家呀嘎穷 孩子还不大呢,爹妈就没了 自小啊,只能在这个当地哈人家打工 后来呢,这家主啊,看这个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 就给他找了一个呀,更挣钱的工作 让他上城里呀,给一个布商赶出 这一赶呢,就赶到了1754年 那一年啊,大清说呀,是乾隆十九年 这乾隆皇帝呀,就有平定这个准改尔的心 于是啊,他就到东北去招兵去了 主要招的就是索伦兵 有人说不对呀,这乾隆皇帝还用招兵吗 大清皇帝不是养着十万八旗禁旅吗 哎呀,提到这些八旗禁旅啊 这乾隆皇帝就挠挠过皮 乾隆皇帝登基以后,其实就发现了 自己这个八旗禁旅啊,现在已经灌的不成样子了 躺在自个祖族的功劳簿上啊,是得吃得喝 享受着大清朝给他们的缝,给他们的鹿 哎,他们还把这些缝鹿起了个名字 叫做铁杆庄稼老米树,什么意思呢 他们说呀,我们发这个凤路这个米粮啊 不是长在这个柴和熟巾上 是长在铁杆的树上,哎,汗烙饱丰兽的意思 让他们出去打仗的本事啊,可能没有 他们什么最拿手呢?哎,提龙驾鸟走狗驯鹰 这骑兵营里啊,各顶各的都是北京大爷 所以说呀,这乾隆皇帝到了乾隆十九年啊 想征伐准干尔,这才想起来回东北老家去征兵 征的什么人呢?就是征了三千名索伦兵和巴尔虎兵 那这会儿有人就得说了,这一身本事的海兰茶 那不得是个将军吗?哎,不是 还别说是将军呢,可能连预备役都算不上 有这么一本书啊,叫布塔哈治略 上边记载啊,这海兰茶是以这库图勒的身份 随军出征准干尔 那有人说这库图勒得是个大官吧 大官谈不上,哎,翻译成个汉话呀 叫控马奴 于是这马夫海兰茶就跟着大军呢 一同来到了这个准干尔 第一次清准战争的时候 也就是啊,清平准干尔达瓦齐步之战 这海兰茶算是没史上尽,哎,白有一身功夫了 可是啊,累得够呛,为什么呢? 您想他是个马夫头啊 咱们也知道,这第一次这个清征准干尔的乾隆皇帝 在全国征集了几万匹马 您想想军中最累的是谁? 当然得是这马夫了 这在两军前线,你管的马要是掉了镖啊 那一顿鞭子是少不了的 可是说呀,就在第一次清准战争当中 这海兰茶呀,也逐渐的露出了头角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金子总不能被这个封杀埋没吧 这会儿的海兰茶呀,虽然没当官 可是在第一次清准战争结束的时候 已然是一名马甲了 哎,就是一名骑兵啊 时光荏苒,岁月如苏 阿姆尔萨纳因为不满着乾隆皇帝的四汗制 他呀,不想在这墨西蒙古推行像墨北一样的扎斯克制度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蒙奇制度 反了,到了乾隆二十三年的时候啊 终归呀,是人丹利孤 最后我只能是败走俄罗斯 哎,这孙子呀,还就死在俄罗斯了 哎,有人说你这说书的怎么还骂街呀 哎,被国叛逃啊 您说我怎么称呼他呀 我说的是大英雄 咱们这班啊,说的不是这阿姆尔萨纳 咱们不得说这海兰茶吗 哎,跟这个海兰茶相关的故事啊 马上就来了 说呀,随这个阿姆尔萨纳一同叛乱的 还有这么一个人 这就是啊,这辉特布的一位太记叫巴雅尔 您听着耳熟吧 这就是啊,这个阿姆尔萨纳 举起反旗之后 这乾隆皇帝兴风的四汗之一 辉特布汗,巴雅尔 要说这小子呀 他有点猪油蒙心吃屎迷眼了 这会儿啊,乾隆22年 这阿姆尔萨纳呀,早就跑了 也不知道这家伙呀,他犯了哪根的邪禁 他要领着自己的部众出逃 去投奔阿姆尔萨纳 那这朝廷大军能干吗 抓吧 这海兰茶所在的这支部队呀 就接到了捉拿巴雅尔的命令 朝廷的官兵啊,在草原上啊 搜来搜去就终于发现了巴雅尔的踪迹 那这会儿大伙都知道立功的机会可来了 所有的战马呀,就向这巴雅尔的步众冲了过去 这海兰茶呀,就眼睁着 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蒙古贵族 骑着高头大马就离开了队伍 往山上跑 来不及呼唤伙伴了 这海兰茶催马就追 就在这个两个人啊 还有两件之地的时候 前边这名蒙古贵族啊 回头可就发现了海兰茶 书中代言这会儿这海兰茶呀 也无非刚刚十九岁 这蒙古贵族发现海兰茶之后 勒住了坐骑 从箭囊中就要拿箭 那这人是谁啊 这个人呢就是巴雅尔 这巴雅尔可不是等闲之辈 他号称啊 是这草原之上第一巴吐鲁 最厉害的 就是出箭齐快 射箭齐准 这两个人呢 几乎是同时准备互射 可是这草原第一巴吐鲁啊 这手刚摸到箭侠 正要抽出一只刁针剑 只听噗的一声 一只狼牙剑飞来 是正中左肩呢 这巴雅尔啊 翻身坠马 一下子就失去了战斗力 海兰茶追江过来 跳下马之后啊 三道绳两道绳 可就把这个草原第一巴吐鲁 巴雅尔给捆上了 打球车 装怒隆 就把这家伙活捉到了北京城啊 这史书上啊 对这段记载啊 非常简单 没有咱们说的热闹 布德哈治略 海兰茶传里边啊 就一句话就带过了 书上说呀 海兰茶追极之 巴雅尔顾善射 方隐功 海兰茶飞尸重其走 而颠覆一咎 哎 没了 要说这书上写的简单 这事可不简单 这件事情啊 就随着这个 巴雅尔被押到了北京城 传到了乾隆皇帝的耳朵里 这乾隆皇帝一听啊 呦这孩子神了 不行 我得奖励他 这乾隆皇帝拿起笔来刷刷点点啊 就写了一道旨意 这旨意上啊 对着年轻的海兰茶呀 就有三道封赏 这第一个封赏啊 你呀 别在这部队里干了 你到我身边来吧 我身边也缺你这样勇猛 善战的小伙子 先封你个三等侍卫 好家伙 无品呢 从一个没有品级的马甲 那蹬一下子海兰茶呀 可就成了无品的武将了 接下来呢 这乾隆皇帝说 说这巴雅尔啊 你把他射中了 你把他勤获了 他不是号称是草原上第一巴图鲁吗 朕也封你个巴图鲁 这巴图鲁啊 就是大英雄勇士的意思 这乾隆皇帝给海兰茶的封号啊 是俄尔克巴图鲁 这巴图鲁钱了 是黄蜂啊 就这两样还不算啊 这乾隆皇帝给这个海兰茶呀 一项点外湿润的大奖赏 他命人呢 给这个海兰茶呀 画了一幅像 他就把这年轻的海兰茶画像啊 挂到了紫光阁 这书中代言 这紫光阁画像是干嘛的呀 能把自个儿的画像 挂到紫光阁里的人呢 那可都是乾隆朝一等一的大功臣 放眼望去啊 这五十张画像只有这海兰茶一人是个小兵 其他的全是将军 小兵海兰茶只放了一件 就排在啊 紫光阁五十功臣之四十六位 自此以后啊 这海兰茶呀 可就销声匿迹了 在这乾隆身边呢 一干世位就是十年 在这十年当中啊 除了给这乾隆皇帝有一次打虎救驾以外啊 哎 也没有别的记载 有人说啊 这功高莫过于救主 不过这乾隆皇帝啊 肯定没有糊涂到 让这么一员 骁勇善战的大将之才 就留在自己的身边打老虎玩 后文书啊 咱们还会提到 这海兰茶才要建功立业这画像啊 四卦 紫光阁